一名流亡海外的柬埔寨反对派领导人表示 在柬埔寨法院裁定解散柬埔寨救国党之后 国际社会应该撤断和洪森总理的政府联系 桑南西在华盛顿对美联社表示 柬埔寨最高发言的命令是民主的丧众 他还说他们希望能够重振民主 因为柬埔寨人民希望民主变革 国际社会也不会让洪森扼杀柬埔寨的民主 柬埔寨最高发言解散全国最大的反对党 很有可能让已经大权在握的洪森总理进一步巩固权力 美国白宫呼吁柬埔寨政府取消最近对救国党采取的行动 释放该党领导人允许反对党 公民社会以靠媒体的合法活动